我們要打噴滴跟咳嗽 像剛剛那個書女士他一打噴滴咳嗽就同樣 我們這間盤如果有問題 一打噴滴的時候那個壓力就往後推 然後照你這間盤的整個往後擠 正確的話就是我們要打噴滴的時候稍微蹲下 然後按個桌子或椅子把這個力量分散 這樣會讓我們這個傷害造成它最小的 另外就是彎腰或體重 這個是最不好的動作 就是你工作的時候彎腰的時候 比如說你拿著一個1公斤的東西 這樣拿的話你這邊可能要承受5倍的力量 所以說這個就能夠使用過度或是使用不上的照片壞掉 那如果我們都建議病人就是說如果光跨幻影器去溫散這個力量的話 那讓這個地方的那個負擔解能力量最輕 這個會讓我們大大降低我們的措施 那另外就是我們常常有這個拿電拿手機手機包什麼 那我們一般的話我們在這個拿手機包的時候 不要超過3公斤 那我們拿的時候有時候可以提 有時候可以肩著 有時候左右交替 那千萬不要背太重 那我們現在有那種手機包是雙腱那是最好的 那對我們的體育傷害比較小 那一定要有一個挺胸的一個動作 那這樣是怎麼樣 蘇女士他這個神經症狀 還有腰痛已經大概六年以上 嘗試各種話都沒有效 那這種是我們開刀的一個就是試驗 那他的是什麼問題就是 他是4-5的腰椎滑坡 然後椎間板有破裂 所以說他打噴尼的時候咳嗽特別的會 會讓那個椎間板往後壓 然後壓回壓到神經 就讓我們的背很痛 讓我們的兩腳都痠痛 那那個蘇女士他因為合併有那個 椎孔的狹窄 所以他只要一站一走就非常的不舒服 是一種神經狹窄的症狀 的一個很典型的叫做神經性薄心 所以說我們給他做的手術呢 就是把他的神經壓過裝徹底解除以後呢 那把他破裂的椎間板把它移除 然後放到這種魔鬼站這種 坦金屬的一個固定以後呢 他整體 他這個塑後這個疼痛指數 之前從幾乎是80分的疼痛 到現在大概只剩下20幾分 大概有50幾分的改善 非常好 他本來人生是黑白的 那開完以後他都到各地去玩 都跟著他人家 所以他現在很快樂 騎車什麼的 治理生活的料理都非常好 所以說他是非常成功的一個案 很整大概看六七十個病了 大概都有至少有兩三個有這種情況 但是說他有些是只有臨時的一個後凸 然後過一兩禮拜就解除 就改善 那有些如果說破裂出來壓到後面 那經過幾個禮拜的時間的治療都沒有改善的時候 有些是需要考慮開刀 但是雖閩這種問題的病人 就是大部分10個裡面 大概8個應該都不用開 可能只有一兩個要開刀 就是說持續的神經的壓迫 持續的疼痛才需要手術 那大部分我們都是建議採取不開刀的藥物 附件那些 做一些國術管治療都沒關係 就是讓他的肌肉可以緩和 他自己也 我們自己本身 人體就有修補能力 大部分人都會得到改善 少部分人需要開刀 所以其實一些橋 他不會把這個退化的問題改善 因為他結果已經壞掉了 那主要是 所以你去做 你假如追滿退化造成這樣這樣滑脫 你去做 大家也不可能把它拉回來 因為你躺平的時候他自然就會回來 你往前站起來 往前彎他自然又跑掉 所以他的角色就比較沒有 最主要是擔心 假如他又伴随了 有追滿突出 因為所謂追滿突出 你的神經一直有被一個軟骨頂到 那你突然間又給 因為有國術管 或者是有些 有他的一些偏方 那可能是把腳過度的給他 往身體的方向去凹 這樣的動作會讓神經去 被更頂到那個軟骨 有時候會造成神經的一個 突然間的一個受力可能會受傷 那在腰椎是這樣 那頸椎時常發生 也就是這樣做完之後 可能本來病人手腳會動 會造成四肢癱瘓 是有通過這樣的現象 那醫師那最小的案例是 14歲是有發生過的嗎 那種病人大概是 以追尖盤突出為主啦 那因為小孩子的一些球類運動 或者是一些 一些這種衝撞的一些動作 所以造成追尖盤的一個 突然間跑出來 那當然會不會因為太早接觸電腦 長時間的一個彎腰長時間的坐立 造成追尖盤因為長時間的受力 其實它已經在潛移默化的在對話中 你的結構越差 你的受到一個瞬間外力 它會造成破裂 造成往後擠出來的機會 也相對增加 所以你的醫師相信 目前為止的話是 追尖盤突出的狀況 是否有年輕化的趨勢 是有感受的到是有 所以現在市場有學生 家長帶來 那就是運動完 然後那就因為就會造成疼痛 甚至做附件沒效 所以現在開到需要開到的病人 有越來越增加的機會 那是因為玩三D產品 他們的主要原因 我想那個是原因之一 不能說 但是我剛才講過 你一定有多少 你可以再玩這D產品 就是來看醫生的時候 可能這部分還沒有Data 因為我應該這麼說 我們剛才已經講過 追尖盤的退化是 生活上很多因素 造成它一直受力 那越受力它裡面的結構變壞 所以它會受傷的機會 就會越來越增加 所以我應該講是說 它會隨著你的 生活上的一些知識 那因為 剛剛周醫師有講過 長時間的作戰 那因為你一玩3D 玩電腦 幾乎就是長時間的 那個不良知識在裡面 那另外再加上 你會重新一些運動 那個運動 也會加速它的一些退化 變受傷